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去把他带回来 我也没见着呢 你没见着 你说你找到了 我是听海风学校的人说 老四在学校宿舍照顾他那几个受伤的同学呢 你说这死小子 也不给家里传个信 人没事就好 二娘 我先去告诉爷爷一声 省得他担惊受怕的 快去吧 长墨 大少爷 五爷爷他好点了吗 他这是心病 药方是四少爷 药方找着了 真的有四少爷的消息了 是啊 走 看看五爷爷去 走 是银二回来了 爷爷 怎么样 好消息 老四找着了 找着了 在哪儿 老四啊 在学校照顾他那几个受伤的同学呢 爷爷 咱咱老四这回可干了一件天大的事 干什么事 您别紧张 是好事 老四 他把唐干才给赶下台了 老四把陈朝宗和唐干才私底下干的那些烂事捅到了广州 广州这些大人物很重视 不但占了唐干才的无纱帽 还要法办这个陈朝宗 真的 真的 姓陈他现在已经夹着尾巴跑了 我说陈家这两天怎么消停了 原来是四少爷干的好事啊 厉害 真的是厉害啊 还厉害 他糊涂 爷爷 这街头巷尾的都夸咱家老四有能耐呢 您怎么还骂他呀 当然要骂 我跟你说 宁可得罪君子也不能得罪小人 陈朝宗是一个心胸狭窄 牙字必报的人 这个仇他肯定是记下来的 家乐有机会 他肯定是要回来的 爷爷 您想多了 这姓陈的已经躲到香港去了 这回不回来还不一定呢 不一定 那么大个家业他能扔下不管了 陈家在海峰树大根深 过了这个风头 你看他回不回来 看着挺聪明的 以脑子降火 爷爷 这老四惹的祸 您连我一块说了 你们几个都一样 说话做事都不动脑子 老爷 您也别着急啊 这四少爷他人没事就好啊 这以后的事情吧 咱以后再说 要不我现在就把四少爷找回来 不不 你别去了 你去 爷爷 我去倒是行 他能听我的吗 怎么不听 赶紧把他叫回来 就说是我说的 快去 行 我这就去 老爷您别动 您现在还没好利索呢 好多了 老查 你赶紧去趟蔡家 我马上就去 老爷 是退亲呢 还是定亲呢 当然是定亲了 人不是回来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好好说 你看 没事了 行啊 看来恢复挺快啊 那还不多亏了你啊 这两天没少忙活 跑前跑后的 也没少花钱 韩云 谢谢你啊 我发现你从牢里边出来之后 人就变了 我怎么变了 客气呗 咱俩之间还有说这样的话吗 好 那我以后不跟你客气了 韩云 我想问你个事 但是你别往心里去啊 你看你又来了吧 对对 你说我也是 总跟你客气 说吧 什么问题 你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我们俩有什么不同啊 你姓李我姓彭 没跟你开玩笑 我这几天啊 在牢里一直想一个问题 你说我们同样干了一件事情 可为什么每个人的遭遇都不一样呢 有什么不一样啊 你想啊 我们同样是把唐干才的石像给弄坏了 可客员呢 什么事都没有 你虽然被关了进去 但是很快就放出来了 首先我们三个 差点把命都给丢了 客员家有钱有事 遇到事情没什么可怕的 你们家虽然没事 但是有钱呢 可以花钱消灾 我们三个家里没钱没事 只能听天有命 遭遇上了 自然就天差地别呗 其实咱们俩想到一块去了 我这段时间 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我问你 你知道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吗 其他的不说 先改变自己吧 不能总这么穷下去啊 我不这么认为 你们为什么穷 你们既不比别人笨 也不是懒惰 那是因为这个国家有问题 如果社会不公 个人再这么努力也是无济于事 当然了 即便是你们爬上去了 那就等于踩着另一拨人头上 再继续制造新的不公 老四 大哥 你怎么来了 爷爷让我来找你回去有事 太好了 你带上他俩的生辰八字去找李瞎子 对了 老板跟周凤的生辰八字一样 让李瞎子好好算一算 资格良辰吉日 定好日子去通知蔡家 咱们呢 赶紧张楼 越早越好 老爷 您就放心吧 张楼的事我已经布置下去了 我先去 老爷 四少爷 您回来了 恭喜您 恭喜我什么 大难不死 恭喜您啊 四少爷 站住 你又恭喜我什么 恭喜您又娶老婆 这不胡说八道吗 听谁说的 我听阿福说的 你去忙吧 阿福 你给我过来 四少爷 看着我眼睛 你小子是不是又不学好了 趁我几天不在家 到处散播我的谣言 你是不是脾气了 小瘦瘦 四少爷 我散播您什么谣言 是不是你跟阿璐说的 说要娶老婆了 是不是你说的 是 恭喜您 恭喜你个头 我要娶老婆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大哥 你又跟着乐什么 这说你要找老婆 这不是好事吗 又不是咒你 你说你着什么急 行了 去吧 大哥 你说这不是没有的事吗 在这散播我谣言 这是不是你拿我开心的 谣言是不是从你这散出去的 大哥有这么无聊吗 我看给你娶老婆真是好事 省得你一天到晚的不招架 到处腾娄子惹祸的 四少爷 您可算是回来了 长伯 让你担心 我还好 我知道你不会出事 可你知道吗 老爷好 赵奶奶 那可是一直担心哪 老爷都病了 我都跟四弟说了 要不然他还不回来呢 外边的事再怎么忙 那也不能忘了家里的老人吧 四少爷 您说是不是这里 是 这不我专程回来 看看他老人家 那好 老爷等着呢 你赶紧去 长伯 我问您个事 怎么家里人都说我要娶老婆了 是啊 恭喜你了 还真是啊 长伯 这事连我都不知道 之前老爷他不让说 这不家人也刚刚知道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样吧 你赶紧去问老爷吧 我得赶紧去找李瞎子 给你和将来的四少奶奶算这个生辰八字 先走了 长伯 什么四少奶奶 这到底怎么回事 走 跟我去问问爷爷去 我可不去 省得爷爷连我一块吗 走 你去吧 去吧 恭喜四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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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我 要跪下 你还知道回来 我回来看您 怎么样 您的身体好点没有 大夫说要紧不要紧 少来这一套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爷爷 您是我爷爷 我当然记挂您了 这不一听说您病倒了 往马步停蹄就往回跑 这几天你好像很痛快 赶走了唐干财 还逼得陈朝宗远走香港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能耐 别细皮笑脸的 其实这个孙儿也是被逼得没办法 您又不是不知道 唐干财这个家伙 贪赃王法草菅人命 陈朝宗那更不用说了 你呀 糊涂 我怎么就糊涂了爷爷 您要是不相信 您可以到茶楼打听打听 有哪一个人不拍手叫好 赶走了唐干财 快 海风就清静了 就不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唐干财了 陈朝宗远走香港 他就客死他乡 永远不回来了 自古民不与富斗 富不与市争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就算你争赢了 也埋下了祸根 指不定哪天你就大祸临头了 那我也不怕 你混财 你想过你娘没有 想过这一大家子没有 真出点什么事情 那些为你拍手叫好的人 顶多是一声叹息 那么家里人呢 爷爷 我知道您一片苦心 但您要非得让我像您那样 忍气吞声明哲保身 不是孙儿不孝 是我真的做不到 你给我听好了 从今往后 不许到外面瞎折腾 在家老老实实待着 成亲生孩子 对了爷爷 我正好要问您 谁说我要结婚了 我说的 怎么 你不服啊 阿盈 二娘 干什么呢 没 没干什么 汉玉呢 在里边挨骂呢 活该 二娘 您知道爷爷给汉玉娶媳妇的事吗 知道 您爷爷说了 早就该这样了 也好收收他那个野性子 这么说您也同意了 这回汉玉可躲不过去了 也该收收他的性子了 爷爷 您怎么不讲道理 您让我跟他成亲 这人我完全不了解 连面都没见过 您让我跟他成亲 这是不是有点荒唐 不了解 那好 那我现在告诉你 人家是陆敬香菜家的大小姐 叫蔡素萍 顶有年二月八号生人 属鸡 聪明贤惠 名是理事大体 还会织秀 陪你这混账小子绰绰有余 你们谁要觉得他好 谁跟他成亲 我不成 不成也得成 你以为这是跟你商量的 等李瞎子看完生辰八字以后 做个良辰吉日 你们 马上给我成亲 既然是这样 别怪孙儿不孙儿不孙 你给我站住 彭汉玉 你给我听好了 你要出了这个家门 永远别再回来了 我去哪儿啊 我去出去走走 你给我站住 彭汉玉 把你哥拦住 你让开 四哥我让开 你让开 一点都不听话了你 老爷四哥 老爷晕倒了 爹 长伯 大夫 我爷的病怎么样了 这位是 这是我们家四少爷 四少爷 你别做了 彭老爷胸门气短 脉相短色 这是心病 心病 一定要注意彭老爷的情绪 万不可再受刺激 四少爷 您可在注意了啊 来 大夫咱走 好 爷爷 对不起啊 我不该惹您生气 你给我跪下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懂事的家伙 你爷爷怎么病的 都是你给气的 他要个三长两短 我看你怎么向这个家交代 娘 我知道错了 你认错倒挺快的 你怎么不改 我不是不改 我也不是故意要让您生气 只不过有些事情我没办法 你为了救同学干的那些事我可以理解 你必须去做 不然的话人家就没命了 可是让你成亲就那么为难你吗 是往开水里摁你了 还是往火坑里推你了 不是开水也不是火坑 但是好不到哪去 我砸死你 你怎么就不听话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 你爹要是活着非打断你的腿不可 娘 看您这么生气 别打断我腿还难受 你还知道难受啊 你个没良心的 娘 您也不想一想 您让我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过一辈子 我以后的日子能幸福吗 你爷爷跟你奶奶就这样 我跟你爹也是这样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不也是过得和和美美的吗 那是你们 我做不到 你做不到 你想过没有 你把这门婚事拒了 人家怎么见人 你把人这一辈子都毁了 这女人和男人不一样 你拒了这门婚事 你有大把的机会 可她呢 她怎么嫁人 从小到大我对你没什么要求 既不希望你出人头地 也不指望你光要门眉 我只希望你成家立业 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我这辈子就这么点心愿 怎么到你这就这么难 娘 你别说了我都赌 既然这是你们的心愿 这个亲 我同意 都放这儿吧 把这个灯笼再往起提一点 好好好 老爷 老爷 您怎么出来了 我出来看看 老爷 您今天看上去 比昨天可是好了很多 真是人逢喜事 精神爽 你不想啊 聊了一桩心事 心情自然就好 韩玉呢 不知道啊 今天一早晨我也没看到啊 也该迎亲出发了 我去找他去 我们来了 少奶奶 爹 爷爷 四少爷 您这一身一穿哪 别提多精神了 性情好听得说 我看也就这样 爹 今天是您孙子大喜的日子 您老板这个脸 自己家人还好 要是蔡家的人看到了 还以为您不同意这门亲事呢 是 我 我得注意了 老常 迎亲的队伍该出发了吧 对了 是该出发了 四少爷 咱们请 去吧 出吧 四少爷 咱们出发吧 那上马 赤匐 今夜离开 吃饶 早ali 不胜了 早上 好大 爹 娘 我舍不得你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有什么舍不得的 在家从父 嫁出去了就要从夫 这彭家呀 也是个大乎人家 到人家里呀 要记得自己的一言一行 切不可忘了 负德 负严 负荣 负功 知道吗 女儿知道 哲妹呀 到了彭家 要做婆婆的好儿媳 丈夫的嫌内住 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动不动就耍脾气 闹情绪 记住了吗 记住了 未来会见 这 somet儿 再哲人 跳跳 起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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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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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雕 清彪向上 五男二女 六男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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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少爷 该踢轿门了 怎么踢 用这把纸扇子 在轿门上敲三下 再用脚在下面踢三下 一不止 六男二女 婴儿 二女 五男二女 一不止 五男二女 优优独播剧場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二拜 入东坊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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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不想娶我 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不想娶我 为什么这么说 做了这么半天 你一没个动静 二没句话 啥子都猜得出来 你说我们俩这就算夫妻了 看来你真的不想娶我 我可没这么说 那你呢 你愿意嫁给我吗 不愿意嫁 我坐在这干嘛 可咱俩不认识也不了解 会不会草率了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自古都是这样 你能接受 你不接受 接受不接受有什么用啊 你我现在已经是夫妻了 既然是夫妻 你 难道要一直这样做到天亮吗 你想干什么 听说你胆子挺大的 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 那也分什么事啊 献个盖头 是难事吗 这事行 这事行 这是我们的婦宫 走 我 chaos 这事が吧 我让你某子 我 是你 你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 我没有不敢看你 蚊子飞到眼睛里了 难受 好了 不早了 该歇着了 是该歇着了 你干嘛 我不干嘛 我睡这儿 那天就等了 这都给我 祝你 就算了 这是两个金元宝 是我的父亲 也就是你跟汉玉的曾祖父 当年开杂货铺的时候 攒了很多间才攒下来的 不容易啊 一直舍不得花出去 这不传到我的手里 现在啊 我把它传给你 不 爷爷 您的这份礼物太贵重了 素萍不敢说 现在咱们是一家人 我交给你呢 是让你好好的保存 还有呢 帮咱们家传下去 另外呢 还有一个寓意 就希望你们啊 情笔金尖 谢谢爷爷 爷爷放心 素萍一定替家里好好保管 这么好的宝贝 你说 爷爷太偏心眼了 这么好的宝贝 不是 不让我来保管 这宝贝 要是放在你手里 还不一定怎么着呢 奶奶 请喝茶 好好好 我们家汉玉娶了你 可真是她的福气 我这两个镯子虽说不是传家宝 可也不比那两个金元宝差 俗话说 乱世黄金胜世玉 这日子越太平 这镯子就越值钱 希望你们小两口这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货 谢谢奶奶 我需要再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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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娘 请喝茶 哎 真是我的好儿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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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和奶奶送的都是重礼 我呢 思前想后 也没什么好送的 后来啊 我就翻箱倒柜 我把这双鞋给找出来了 这个是我回汉玉的时候 一针一线亲手给她做的 一直都没有扔 就想着等有一天汉玉成亲了 我亲手把她交给我的儿媳妇 好让她给我生一个大胖孙子 这件事得抓紧了 汉玉 听见没有 好 您都嚷出来了 我还能听不见吗 你说我们俩 这就算夫妻了 看来你真的不想娶我 我可没这么说 那你呢 你愿意嫁给我吗 不愿意嫁 我坐在这儿干嘛 那我说不愿意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啊 素萍 是我 娘 是您 你们俩起了吗 起了 快收起来 想让娘看见 韩玉呢 韩玉起了吗 娘 这一大早的您怎么来敲门了 这还一大早呢 你看看都什么时辰了 干嘛 您有事 我没事 是您有事 你今天得陪素萍去走招 走招什么意思 就是上街买东西 结婚第三天的规矩 我知道了 我一会会陪她去的 快点啊 快点啊 点心嘞 过来看看看看 今天的点心 看看吧 睡吧 冲点吧 你昨天不是一躺下就睡着了吗 怎么还犯困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白天老容易犯困 不奇怪 成困秋乏嘛 不过这季节应该好好补一补 一会儿买点沙绅 浴竹 再买支咸鸭 给你煲汤喝 不用了 我会 怕我煲得不好喝啊 不是 我主要是怕麻烦你 怎么了 生气了 你总是拿我当外人一样 说话那么客气 咱们俩到底是不是夫妻啊 是啊 嘴上是 心里不是 素萍 我原本是不想成亲的 主要是家里面强行要求 你要是不愿意和我一同些了 那我们现在就回家 跟家里人说清楚 素萍 我说的是原本 原本我是不想成亲 因为我一向比较反对包办 我认为那是落后封建 不合理的做法 那还说什么呀 但是后来不是见到你吗 见到你之后 我对包办的态度呢 虽然没有什么改变 依然是反对啊 可是见到你之后 我觉着你跟我之前想的不一样 你是个好姑娘 今天早上我想清楚了 你愿意嫁给我 我也愿意跟你过一辈子 一同邪劳 好了 别说了 你不是说我这个人说话客套吗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主要是一个人过习惯了 突然之间让我成亲了 身边多一个人 我这一下子很难适应吧 你怎么一会儿一变啊 到底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 我发誓啊 我说的没句 我不要你发誓 小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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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看了该笑话 小爷 小爷 你不生气了 走吧 不过话说回来了 你一个大户人家千金小姐 怎么会下厨做饭啊 真是挺难得的 达小我娘就教我烹饪知道 她说将来到了夫家 不过呀 连个厨房都不会下 只会养尊处优 当阔太太 我家会嫌弃的 你就是不会 我永远不会嫌弃你的 那是我的福气 不过我最拿手的还不是下厨房 那是什么 女工 你还会织绣啊 当然了 我今天穿的这身 就是我自己扯的布料 自己做的 是 是吗 厉害厉害厉害 跟我来 汉玉 你看这料子怎么样 你问我呀 我哪懂这个呀 你觉得合适就行 天凉了 给你做件大衣 蔡蔡 好眼光 这从英国来的上等布料 做大衣最合适不过了 给我来一张 好 还有这个 这个 搁来一张 好嘞 太太 您留个地址 回头呢 我给您送府上去 乔东社 鹏斩 青菜 明肃平 太太 您看一下 我这没记错吧 没错没错 对的 没错就好 没错就好 明天啊 我派人给您送府上去 谢谢 慢走啊 到时候给你做一件大衣 给娘做一件 还有奶奶 是 苏萍你想学诗字吗 你怎么知道我不诗字 刚才那人把你名字写错了 是吗 苏萍的瓶子错了 打小家里什么都叫 就是不叫读书写字 我爹说了 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吗 我就是个睁眼瞎 你介意吗 介意 刚刚还心事淡淡的说了一番话 才多大一会儿功夫就变卦了 不过我能理解 你们这些读过书的人 就是瞧不起我们不诗字的 你笑什么 我不是建议你不诗字 我主要是 针对那些束缚你们这些 女人的刚成伦理吧 其实女人和男人是平等的 男人能上学 女人为什么不能 以后我来教你诗字吧 真的 真的 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把脚放开 我 不行 我不能放 为什么不能放 好好的一双脚 非得用一块破布把它给缠起来 四公女人都是这样的 再说了就我一个人放 别人会笑话我的 你是我的老婆 我都不介意别人凭什么说三道四啊 其他人别理他们 韩玉 农生 真是你们两个 这是 我特别好的同学李农生 咱俩成亲的时候她来了 是吗 不好意思 那天人实在是太多了 没关系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我路过 我去林老师家 听说她有个朋友 刚从日本回来 我想听他们聊聊海外见闻 也算掌掌见细吧 好 那个李农生 你怎么这种事不跟我说呢 不是你们两个结婚燕耳朵 我哪敢打扰我 去你的 你不带这样的 行了 你们两个接着逛吧 那我走了 你等会儿 素萍 要不你自己先逛会儿呗 我去去就回 行了 走 不好吧 行行行走走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